临时意图通敌叛国 终于确凿 对该本子 不终全组 想不到皇后娘娘 竟会落得如此下场 林家世代忠臣 从未做过通敌叛国之事 林将军 皇上有恩 给你一个选择的机会 今天皇后和夫人只能活一个 而另一个呢 就需要你亲自动手 胡贵妃 你想做什么 这世人都想知道 林将军是更爱女儿 还是更爱夫人 想必今天 你会给我的答案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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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让我一起无缘一命 皇后娘娘 要是你这求医以后 你便世世代代为你 永世不得 你若不是林将军的女儿 皇上怎么会送你以后 死皇后 死了还让后面抬 头好痛 这是什么地方 我怎么在这儿 祇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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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大家来参加我的班奖典礼 时尚女龙是我的 我竟然穿越了 娘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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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桃 小桃 你没死 娘娘 他们来林家的时候 我藏起来了 就才多宫一劫 小桃 我害怕 别怕 小桃 以后 我来保护你 娘娘 我来保护你 皇后 我会替你好好活下去的 皇后娘娘走慢点 这次皇上选妃 我一定要顺利入宫 找到吴贵妃陷害林家的证据 为林家洗刷冤屈 拿回曾经属于我的一切 皇后 小桃支持你 从现在开始 不要叫我皇后 叫我叶清晨 姐姐这衣服可真好啊 当然 这可是宫里才有的上等布料 家里花了好大力气才得到的 为了这次入宫 家里做了万全的准备 不像某些人 穿得如此寒酸也敢来 我要是穿得这么寒酸 都不敢出门 说的就是你 还不赶紧滚 你在这儿 只会脏了大家的眼 还不到时候 不贵妃大 这些就是今年的秀女 回贵妃娘娘的话 都在这儿了 姿色平平 衣服倒是穿得越来越滑 谢吴贵妃夸奖 这是家父嘱托小女 孝敬吴贵妃的 还请吴贵妃收下 来人 拖出去 掌刑一摆 吴贵妃 饶命啊 吴贵妃 什么人也敢跟本宫吵 混音 站起来 把胳膊给本宫露出来 眼睛想要看 我自然没法拒绝 但凡事 总要有个理由 本宫做任何事 都不需要理由 按住 遮 放开小姐 记住了 在这后宫 本宫的规矩就是规矩 本宫曾经在皇后那个丑八怪 胳膊上留下过烙印 就在这个位置 若是你今天被我发现 你跟皇后有什么瓜葛 你会死得很惨 这怎么跟皇后都不一样 放心 吴贵妃 和我们之间的账 慢慢算 如此阿杂之物 真是当了本宫的眼 剩下的事你处理吧 来人 此女惊扰了吴贵妃 拖出皇宫 便为奴婢 娘娘饶命啊 我家小姐也不是有一要接二贵妃 而是贵妃执意要看 你个臭丫鬟 皆敢跟我顶嘴 小 小桃不敢 都是我们的错 还望嫔妃 能给我家小姐一个机会 知道自己身上有这么害人的东西 应该来做秀女 也不怕吓到皇上 就是 要是我身上有这么吓人的东西 我都不敢出门见人了 看你们这一副穷酸样 就算留下也是死过一天 你这模样长得倒是不错 不过如今身上喜好诗词 看得是内在修养 就你 怕是连毛笔怎么拿都不知道吧 哈哈 诗词而已 对我来说并非难受 死到临头了还在嘴硬 真是笑死人了 诗词可不是谁都能写的 娘娘大可一世 和我一个现代人比试 我图不知道我要怎么输 好 我来出题 若是你做出来了 我便饶你们二人一命 若是做不出 就只有死副一条 这是何人在做事啊 回皇上 这是刚入宫的秀女 那娘娘出题吧 既然你行死 那我便成群了 那就我先来 叶星辰 你听好了 这 才是诗词 大鸣湖 鸣湖大 鸣湖上面有荷花 荷花上面有蛤蟆 一戳一蹦打开 好诗 真是好诗啊 叶星辰 你怎么不说话了 该不是知道自己比不多 害怕了吧 只管这个东西叫诗 你这样的穷专人 知道什么叫诗词吗 好诗词